漫威里的那些笑梗到底有多出其不意 请勿在喝水的时候观看此视频 笑梗一 你知道绿巨人光屁股的场面都有谁见过吗 不管浩克在哪部电影当中 咱们只能看到遮羞版绿巨人 就算他变得再大 也永远有一个裤头撑不破 可你知道漫威宇宙中 有两个人见过浩克光屁股吗 第一个是复联翼当中的那个仓库管理员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锤哥 其实我认为 心虚寡姐也目睹过此场面 这个不多讲 懂得都懂 笑梗二 在神域彩虹桥上出现了一只巨狼 众人都对此束手无策 班纳在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建设后 就选择向女武神证明自己 笑梗三 洛基曾在地球发动过外星战争 所以在地球人眼里 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反派 但在锤哥以为 洛基为了救他而牺牲后 他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那个地球科学家朋友 笑梗四 当蜘蛛侠向自己最好的兄弟阐述 如何表白MJ时 奈德则立场坚定地表示不同意 还说 咱们必须是欧洲最亮的单身仔 结果刚到欧洲 奈德就完全忘记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和班花顺利谈起了恋爱 果然兄弟的话最不可信 笑梗五 一生要强的猎鹰 蚁人曾在妇联基地和猎鹰交过手 但猎鹰确实被当时 还算无名小辈的蚁人给击败了 可他起身后并不是第一时间 先心疼被破坏的设备 在内战当中 他俩又一次见面了 还没等蚁人开口回忆往事猎鹰 赶忙堵住了他的嘴 笑梗六 双标的队长 在每次复联出任务时 队长严格要求所有成员要文明用 但他自己却问候了福瑞局长 那么你还知道 哪些漫威笑梗吧